再来回去了 嚣张的荷兰拳王连续的重拳将中国选手击溃 甚至连中国搏击名将死神方便他都不放在眼里 只因为他在五年的时间内席卷了中国的搏击擂台 将数十位中国的搏击名将全部给斩于马下 甚至连国际名将太拳王子波球和磨砂斗都不能姓名 由此可见他的实力不同凡响 而他就是来自荷兰的顶尖拳王阿尔伯特克劳斯 克劳斯是真正意义上的搏击天才 在其巅峰时期做到了同量级没有对手 就如同于修仙小说中的《同阶无敌一般》 凭借着一双无坚不摧的重拳在擂台之上所向披名 许多世界级别的顶尖高手都不是他的对手 将中国搏击界的高手全部击溃之后 克劳斯变得愈发的狂妄 甚至放出狠话说中国搏击界不堪一击 然而一时间却没有中国选手敢出面迎战 就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中国小将李壮壮站了出来 他直接挺身而出迎战克劳斯 势必要为中国搏击证明一下实力 要知道当时的李壮壮只是初出茅庐的小将 并且在此之前他曾经被克劳斯击败过两次 但是即便如此他依然不顾一切地向克劳斯发起了第三次挑战 让我们看看李壮壮能否一血前耻完成逆转 在正式比赛开始前望兄弟们动动小手点个赞 小灵柱点赞的兄弟们一夜报复 接着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比赛开始后克劳斯就连续地压进 并且直接利用扫踢向李壮壮发起了进攻 而年轻的小将李壮壮同样气势汹汹 直接展开了拳腿组合的反击 两人开场后直接就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从场面上来看克劳斯的进攻势头要更加的凶猛 要知道李壮壮曾经和克劳斯交过两次手 却无一例外的都被克劳斯给击败了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是再次向克劳斯发起了挑战 就凭这一点他的精神也是非常值得赞扬 并且有了两次的交手后 他也非常熟悉克劳斯的打法 在赛前也是做了大量的准备 因此从目前的场面来看 他面对克劳斯也算得上市游刃勇 两人也是直接在擂台上展开了激烈的对抗 而李壮壮今天的战术也是非常的明确 那就是控制距离和克劳斯进行交手 尽可能不和克劳斯在内围进行对拼 所以他不断地和克劳斯拉开距离 随后利用刺拳和正登去限制克劳斯的进攻 但克劳斯毕竟也是身经百战的老将 哪能看不出来李壮壮的想法 因此他利用连续的摇闪逼近李壮壮的内围 接着就不断地利用刺拳配合扫踢向李壮壮发起进攻 虽然李壮壮也不断地想用迎击拳进行反击 奈何克劳斯躲闪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所以他还是被克劳斯不断地压制 然而李壮壮对于克劳斯的进攻也是非常的机智 他利用不断的步伐转换化解克劳斯的压迫 同时不断地利用扫踢对克劳斯进行反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此刻第一回合的时间结束 首回合两人的交锋就十分的激烈 紧接着比赛进入到第二回合 开场后的克劳斯依旧不敢常态 直接利用拳腿组合将李壮壮给压制 两人也是二话没说就直接展开了激烈的对拼 是大力成的腿法踢的那是啪啪作响 不得不说克劳斯确实是一名实力强悍的老将 总能在进攻的同时做好闪躲和防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理想到这里准备 联系统合作的重点 对姿勢就不吝点赞 订阅 对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的声揮 两人从场面上打的那是不分上下 而李壮壮也是抓住了一次机会将克劳斯摔翻 虽然这个半摔并没有实际性的得分 但是可以有效地打乱克劳斯的进攻节奏 不得不说李壮壮今天也是做足了充分的准备 接着两人又在擂台上展开了你来我往的重拳对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李壮壮不断地利用扫梯对克劳斯发起进攻 但是克劳斯的防守做的也是相当的到位 所以两人打得非常激烈但却分不出胜负 接着第二回合的时间也已经结束 比赛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 有了前两个回合的交手两人也是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开场后直接就展开了十分激烈的重拳对拼 并且李壮壮在场面上也是丝毫不输给克劳斯 同时他还不断地利用扮摔对克劳斯进行干扰 两人一时间也是打得难舍难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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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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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